你是我的綠島 不是綠島 離島 我穿綠島 再穿 離島變綠島 你是我的離島 你是我的城堡 你是我的綠草 這樣之類的 哇 這個我寫的詞 我其實背不起來 有點錯亂 12月26號最大勁敵 還有12月最大勁敵 不非是酒令嗎 不瞞各位 我已經聽過他六首新歌了 因為我要幫他主持嘛 那酒令的歌 好厲害 就是要時髦的有時髦的 要萌的 也有一首歌非常的萌 不久之後大家就會聽到 但也不敢說敵人 應該就是說 對手 我憑什麼看他當對手啊 那事實上呢 你們也不要以為我好像野心很大 什麼要當歌壇天王 收票演唱會 那都不是我的選項 我真正人生下半場的選項呢 就是把家顧好 那耿如出去賺錢 很多人都 祝你成為歌膽天王 明年辦演唱會 我說沒有耶 其實我最大的願望是 回歸家庭 做一個家庭主子 我很喜歡做這些家事 他反而不愛 我要再抱怨一次 公開抱怨 就是他都亂丟啊 我就沿路撿了 包包在這邊 外套在這邊 那麼貴的外套放地上這樣 一開始有嚇到 但是我就說我很喜歡做家事 所以我在想 搞不好他還是故意丟給我撿 我有沒有很犯賤 就是我OK啦 OK 我會唸一下下 但是這個事情是我 我可以包容以及我可以處理的 對